理想驻房展内容丰富多彩 所有人都能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口味和预算的设计 这里复制的是英国一档电视喜剧中的一居式公寓 室内杂乱无章 可以当作室内布置的反面教材 与之比邻的是同样面积 但充分利用空间 充满现代气息的一居式公寓 克拉克是一名建筑师 他说小住房并不一定就是拥挤和不舒服的 空间狭小没有什么不对 只要好好设计规划 充分发挥想象力 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空间 理想驻房展有几十个展台 展出最新的省时省力产品 还有环保住房的最新设计和设备 比如这个样板房的设计就保证最充分的利用能源 它漂亮功能齐全非常环保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官员托马斯说 人们有很多方法让自己的住房更加环保 一定要保证绝缘 比如用双层玻璃 还有就是英国到现在为止 一直没有为墙壁加绝缘层 很多热气都透过墙壁出去了 英国现在建造的所有住房 都必须符合2012年开始实施的可持续住房规则 斯堪蒂娜建筑公司经理吉听斯说 这意味着英国现在所有建筑都比过去的更加环保 实施可持续住房规则的目的在于减少民众住房 以及人类生活方式对地球的影响 通过研发和利用所有这些技术 我们能够减少用电减少用水 使我们更加接近于建造低碳住房 甚至零排放住房 在观看了所有这些产品和样板间之后 你是不是也要动动脑筋 让自己的住房也更加环保一些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